台北市議員羅志強發起的夜宿凱盜活動 清晨六點不到 羅志強 鄭兆星 田芳倫等人就已經起床了 羅志強還在他的臉書上面PO文 說凱盜第二頁完成 要去叫裝睡的蔡英文起床 覺得應該可能比你們第一晚好一點 因為起碼我們在帳篷裡面 對對對 所以我們是在帳篷 我們在帳篷裡面 昨天他三不五十歲 飄一點點毛毛雨 對 現在也有點在飄 所以那我 但是我 我很認真就是想入睡的時候 每一次進到那個要睡著要睡著 嗯 告訴你真的 我覺得好像要被輾過的感覺 我覺得路邊原來我這麼近有沒有 旁邊開過一宿蠻沙的 而且都會去想這是什麼車輛 這是卡車還什麼的 那個聲音 感覺輪子很大有沒有 而且我發現晚上那種車子還蠻多的 不早 呼呼呼呼一直 而且就真的就好像身邊略過一樣 感覺快被撵過的感覺 羅志強三人隨後還繞行了總統府一圈 並且在府前的廣場等待總統府的升旗 一路上羅志強也遇到了不少民眾 幫他們加油打氣 好 那麼公投催票 藍綠兩黨各出其招 國民黨是啟動了花式催票 莊廣投市長趙少康 台北市議員尤書惠等人 在萬聖節晚間是大玩魷魚遊戲 民進黨的部分是砸大錢全台宣講 但是第二天的時候就踢到了鐵板 有民間的團體在場外抗議 痛批政府是用仇恨的言語來製造社會的對立 扭曲了公投本意 當前最火紅的魷魚遊戲在凱道真實上演 一二三木頭人變成一二一八拼公投 國民黨啟動花式催票 中廣董事長趙少康在萬聖節晚間 大玩魷魚遊戲帶領四大公投闖關 他痛批民進黨正式做不好又不敢辯論 民進黨砸大錢要辦三百場說明會反公投 民間團體看不下去直接上門踢館 場外抗議拒絕吞萊豬破壞藻礁 反對蔡政府的壓霸執政 從蔡總統 賴副總統 蘇貞昌院長卻是以競選的語言 仇恨的語言 甚至鼓動民眾的對立 那這個不是公民投票的本意 在野黨敢看民進黨是不是早就過慣了吃香喝辣的日子 忘記街頭的滋味 非常豪華的這個那個說明會的那個說明場 我們沒有辦法沒有那麼多國家資源國家子彈去打 府院黨聯手總統領軍大陣仗砸下了五千八百萬 將舉行三百場說明會 反觀國民黨則是由議員羅志強向友人商界一百五十萬 才籌到凱道保證金 要花五千八百萬做大內宣 他們就是不敢啟動一場聽證會 同樣身為在野黨主席的柯文哲 也痛批民進黨自打臉 破壞藻礁來求能源穩定根本說不通 民怨到底有多深一二一八就會揭曉 記者王志文王一仲台北報導 好那麼對於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是要參加每一場的民進黨公投說明會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徐巧欣他就笑著說了 蘇貞昌是團結國民黨的靈魂人物 最高戰術關鍵寶物 那麼希望蘇貞昌他一定要場場都壓軸 還要帶著他的撞球肝 好那麼府院黨現在就是親全力全台走透透要舉辦的就是反四大公投說明會 行政院長蘇貞昌他就直指了當初就是前總統馬英九他要封存 現在又要重啟核四過去同意開放萊牛現在又不贊成開放萊豬 蘇貞昌就說了馬英九他根本是在騙人 不過馬英九他也駁出了這樣的說法一起來聽 總統蘇貞說重啟核四和封存核四都是你喊的說根本是騙人 沒有騙人因為封存的目的是等到未來適當的時機再把它起封 當初我們封存就是這樣說明的 那這個時候應該要起封了你看看過去這一兩年台灣大停電這麼多次沒有核電就很容易有缺電限電的風險 這是不必再辯論的問題了這兩個不一樣啊 因為台灣人對於美豬的消費要超過美牛很多倍 而且呢台灣人又喜歡吃內臟 這中間也是萊克多巴胺比較容易聚集的地方 那兩個做比較是沒有意義的 國民黨現在推動的反萊豬公投被民進黨質疑說是反對美國萊豬那要如何親美呢 那麼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他昨天是怒嗆說了 他說他可以天天吃美豬但是他不會選擇吃萊豬 而且他還反問了蔡英文總統 他說如果不開放台灣的萊豬 那麼為什麼要請大家吃萊豬呢 那麼民眾黨的主席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更是直指了民進黨現在把反萊豬變成了反美豬 這個是典型的政治操作 所以持續來關注到最新的iPhone 13手機呢 現在是被蔡總統拿來的就是類比核四廠 那麼有學者在昨天是痛批了總統這樣的比喻是不倫不類 因為手機本來就是不斷會更新的嘛 那麼核電廠的執照卻是一開始就要申請40年 所以他很酸了蔡總統現在是裝睡的人叫不醒 而前核四廠長他是喊話了小英總統 他說難道忘了當初富閣魁的時期是如何鼓勵核電廠要往前衝的嗎 為何卓勢金飛打臉自己 挑戰單腳站立民間團體快閃力挺公投重啟核四強調再生能源必須與核能並用就好像發電只靠單腳絕對站不久 學者更站台力挺用行動直指格能拒絕用愛發電 手機都從黑金剛升級到iPhone13還是沒辦法啟用最後封存起來的馬英九總統 封存的目的是等到未來適當的時機再把它起封那這個時候應該要起封了沒有核電就很容易缺電限電的風險 面對府院黨四個不同意反制公投民意前核四廠長更曝光 其實蔡總統當年在富閣魁日內還曾親父農門施工處鼓勵為何卓勢金飛 他說我們是冒著政治的風險給你們這些錢的你們要好好把它蓋出來當時你去的時候他們有Guard要我們一直往前衝 往前走 現在為什麼你要這種意識形態來阻礙台灣何能的發展 裝稅的人叫不行不想做事情的人什麼事都做不到 同樣被質疑得了市議政的海桃園市長鄭文燦他暗奉有人用正在藻礁名義綁架台灣卻遭到反槍為何換了位子就變立場 不希望公共政策的討論被無限上綱 非常的不厚道他自己綁架了藻礁回頭要說我們綁架台灣 公投少了理性討論成了政治議題到底是誰只想操作藍綠對決卻不願面對真相全民心中有數 記者綜合報導 台北市院羅志強在夜宿凱道的活動當中是炮轟了高雄市長陳其邁 曾經要胡志強為阿拉大火下台不過現在反而是變成了政治迴力標 反過來打臉到自己一起來聽 最可惡的就是那個迴力標王子現在叫迴力標王子 因為一天到晚打迴力標 每次標射出去啪就打到自己耳光 射出去就打到自己耳光 射出去就打到自己耳光 請問那個迴力標王子是誰 你們都知道你們都內行啊都陳其邁 陳其邁是本世紀最強的迴力標王子 什麼話他都說過 什麼標都打自己的臉 他的有名的名言多到我們實在受不了的多 每個都回力標 他說過什麼 他說過 阿拉夜店的大火死了九個人市長下台 那現在陳中城大火他有沒有下台 沒有啊 對不對 然後當初氣爆的時候 罵那個張家柱沒有去公寄 說人家你還是人嗎對不對 結果轉了一大圈 迴力標回來打到自己啊 最近啊因為這篇新聞被蓋光光 高雄市陳中城大火的調查報告出來 這調查報告 應該是誰要負責站出來跟大家宣布 來報告這整件事情 是誰最有責任跟義務是誰 陳其邁嘛 高雄最嚴重的火災 結果他報告缺席 他跟蔡英文那兩分鐘的人寫的快閃功績 有什麼差別 所以你四人嗎這句話 以前打去給張家柱 人家張家柱到立法院備詢 還是立法院要求的 那現在我要問陳其邁啊 那你是人嗎